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牛顿的幽默教室 我要分享一个 是我们每天都在用 但是牛顿的讲解 会让我们更了解 我们所用的 我们的脚板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小腿 前面有个脚板 这是我们的脚螺 前面有个脚板 牛顿在讲脚板 人类的脚板 那我进到我的主题里面来 人如果没有脚板 那么我们就很难占 人如果没有脚板 人就很难占 因为我们的水平 因为脚板是水平的 那我们的重量是垂直的 所以呢 用水平来承担这个垂直的重量 如果没有脚板 那么我们的脚螺就很 就跟马或牛一样 就会往下 就很沉重了 OK 所以 我们就是有个脚板 刚好人是垂直的 脚板是水平的 OK 所以就用水平的脚板 来承受身体垂直的重量 人如果没有脚板 人就很难坐 因为我们坐着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脚板 还是在地面上 OK 所以等于是 分担我们的重量 OK 还有呢 我们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 哇 我们一定需要有脚板 我们没有脚板 我们根本站不起来 OK OK 我们需要有脚板的支撑 所以 所以我们的脚板 是在我们的脚的正前方 而不是后面 OK 还要我们的脚板 在我们的脚的正前方 这样的话 你才容易站起来向前 OK 那如果脚板在我们脚的后面的话 那我们根本站不起来 OK 那你说 你中的讲车 不是 这是牛顿讲的 OK 人如果没有脚板的时候 人就很难走路 人也很难跑步 因为我们的向前的移动 我们绝对需要 我们的脚板向前的配合 OK 很需要我们的脚板向前的配合 而脚板 我们的脚板的肌肉是强而有力 才能够协调身体的动作 还有我们的姿势 还有我们的方向 所以我们的脚板是一个很厚的肌肉 这个肌肉是强而有力的肌肉 OK 还有一点拱形 我们脚板还有一点拱形 所以承受重量的时候 还有一点时间 这样慢慢的压下去 那你知道吗 任何的力量 你的面积越大 还有你的受力时间越久 你所承受的力量就越低 OK 还有我们的脚板是很有力量 不然又很灵巧 脚板是一个很灵巧的 所以我们的车子的煞车的脚板 是煞车是用脚板去控制的 OK 也就是我们看到有问题 立刻用脚板去煞车 证明脚板是一个非常灵敏的 所以我们的煞车的力量的大跟小 绝对需要我们的脚板的有力 还有我们脚踏车的踏板 也是要配合我们的脚板 不然你很难示力 OK 并且你的速度跟快跟慢 都是需要你的脚板的配合 OK 所以牛顿的科学 经常是在回答生命里面的 基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科学 已经常在讲应用了 常常在讲一些应用 甚至有时候把科学拿来当成科技 做成一些很伤害人体的 但是牛顿的物理学 牛顿的科学 经常是在回答生命的基本问题 他就用人体的结构来解释 人是奇妙的受造 牛顿是用人体的结构 来解释人的奇妙的受造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课 我们现在还在讲脚板 牛顿在Thomas Hospital的课程里面 他讲到 当我们能够自由的移动 我们的身体 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意志 也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其实人能够自由的移动的前提 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就让人的肢体 能够配合人的心思来移动 如果起初上帝没有这样的设定 那么人想移动也移动不了 我们的肢体 所以你不要以为夸自己的移动 是来自于自己的力气 来自于自己的意志 来自于自己的选择 其实一开始上帝在设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牛顿很有意思 他常常讲那种想法的前提 那种想法 你这样想 那个前提是什么 所以有人写到 人如果能够自由的移动的前提 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就让人的肢体 能够配合人的心思来移动 如果上帝没有这样设定的话 人想移动也动不了 所以 牛顿基基写到 所以我们移动的前提 不是移动 而是固定 这个句话很有意思 我们能够移动的前提 不是你一直在移动 而是你就先固定 你要有先固定 你才能够移动 所以你必要站稳 你必要固定 如果没有固定的前提 那人就没有移动了 所以人会固定 那么 人如果没有固定 会固定的前提 其实人就没有移动 但人会有固定的前提 是因为人的存在 哇 这句话好有意思 牛顿基写到 人如果会移动 就是因为人会有固定 然后呢 人会有 如果 但人会有固定 人为什么会有固定 因为人 那是人的存在了 所以只有上帝的旨意 才能够解释 人的存在 人有存在 才有功能 有的功能 才会有移动 我真的很喜欢 牛顿这样的分享 其实我们的科学里面 现在已经很少讲这个了 讲人的运动 与存在 我们的科学里面 已经很少讲这个了 人的存在 基本上是上帝创造的美意 哇 我真的很感谢主 我现在还是很感谢主 我的姊妹在安息以前 叫我回去写牛顿 他叫我先写 马克思维尔再写牛顿 那我马克思维尔已经写完了 那我现在在写牛顿 我想我大概需要一点时间 我不知道我要花多少时间 我就是 我每次在这边分享一课 很少人知道我花多少时间 例如我现在讲 讲这个脚板 我其实大概花三天到四天 那每一天大概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那你说为什么要花这么久 我想我需要阅读很多资料 第二个我要读懂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英文 跟我们现在的英文不一样 这是古典的英文 古典的英文字 就牛顿那个时候的英文字 跟我们现在的英文单字 长得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读久了 还有你要读久了以后 知道牛顿那个讲课的 那个 的思路是什么 那我其实过去的三十年来 常常跟我的妻子讲这些牛顿的故事 她就听了觉得很好玩 所以 但是我都没有写下来 我觉得我这样读完就 因为我忙别的啦 我总是忙别的事情 那我的姊妹安息的时候 她说文亮 你真的要把牛顿写完 哇好快哦 一转眼 我的妻子安息的已经一年两个月 快一年三个月了 那 我也在写牛顿 我其实刚起步不久 那我在这边再分享 其实我在写牛顿对我自己的心 也有很大的帮助 真的也有很大的 人有存在才有功能 有了功能才能够运动 像这样的牛顿讲的这种上课的内容 对我其实也很有帮助 所以 所以人的存在 不管眼睛是不是也看得到 因为像我姊妹走了 我就很想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我想听她声音 我想她来碰我一下 或者我想知道她现在的喜怒哀乐 但是我知道 那个功能我不具有 我不具有那个功能 我的运动是来自于我有那个功能 我有听了功能 所以我听得到 我有看的功能 所以我看得到 那我有吃的 我有嗅觉的功能 所以我闻得到 那但是呢 如果人没有办法 有那个功能 去了解另外的一个空 姊妹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 我当然没有办法 那上帝 一定有另外一个空间 虽然我没办法知道 她现在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 我在这种牛顿的分享当中 我也慢慢地体会到 那种所谓存在的目的 与存在的功能 那么牛顿的学生因为都是医生 所以牛顿在教导医生 怎么照顾 他讲这个东西实际上是 他在教导医生怎么照顾人 他讲说你要照顾一个人 你必须要注意他怎么站 你注意他怎么站 他怎么走路 他怎么运动 的那个平衡 他说你要照顾一个人 你要先知道一个人的站 走 做的这些姿势的平衡 牛顿说到 身体的平衡 是跟我们的膝盖 是跟我们的角螺 是跟我们的脚板 是跟我们的脚趾头有关系的 那我已经讲过膝盖了 我也讲过脚螺了 那我现在再讲脚板 我以后还会讲脚趾头 那么这些部位的稳定 这些部位不只是部位稳定 还有这种不同部位的连结是稳定的 就是膝盖跟小腿 小腿跟脚螺 脚螺跟脚板 脚板跟脚趾头 这种不只是本身的稳定 还有那种连结的稳定 那么人体才是会稳定的 什么叫做稳定 他说稳定就是具有弹性 这句话很重要 牛顿一直讲 人为什么要运动 人运动的目的就是 为了让人有弹性 要人有弹性 然后因为有弹性 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而细微的调整 绝对需要肌肉的柔软 跟骨骼的支撑 才能够维持身体的稳定 那么脚板的 所以他讲这个姿势很重要 人的姿势就很重要 正确的站 正确的坐 正确的躺 正确的左路 正确的跑步 那个肌肉跟骨头的关系 那么脚板的功能 是让人的下部 是稳定的基础 所以建筑物有它的地基 人的稳定是在脚板的稳定 OK 不然我们人体是垂直的 但是脚板是水平的 刚好有个90度 OK 90度 OK 牛顿重视人体的移动 他说一定要有正确的知识 例如人体向前的时候 我们的脚板 要向前的方向迈进 OK 所以人不能够长 人不能够有那种八字脚 就是那种 就是你的脚板的运动 其实并不是前方 是往侧 OK 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跌脚 所以人如果走路的时候 脚板没有跟前进的方向是一致 那么不只是我们走路的力气 用得多 并且我们也不会走得太快 还有我们想 平衡的时候 我们却很容易 平衡感会比较差 脚板如果偏斜的话 我们平衡感会比较差 我们很容易跌倒 还有我们如果很快跑 要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需要有地面 跟我们的脚板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阻力 但是如果我们的脚板是斜的 因为我们身体是在向前冲 要停下来 但是我们脚板却是斜的 那变成就是说 会产生一个分力 让人向一边跌倒 所以人里的每一个部分 要互相配合 相互影响 纽顿写道 这是上帝精巧的设计 纽顿不只是用 有形的形体来讲解人的运动 纽顿还写道 他说我的心思 我们的心思也会改变 像是一个运动一样 但是我们的心思的改变 不是我们可见的部分 所以纽顿 有人说纽顿都在讲运动定律 其实不见得 有人是这样 纽顿都讲一些物质论 不见得 纽顿还写 我们的心思的运动 需要上帝来维持我们的稳定 需要上帝维持我们心思的稳定 纽顿是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他的学生彭波顿 写下他在上课上所说的 纽顿这样说 我的思考是有限的 有许多的现象 我完全无法证实 我无法解释 我也无法说明 无论我对上帝的创造的了解 有多少 有多少的期盼 无论我有多少的努力 我知道我的一生 无法完成 全部的工作 让我再说一遍 纽顿写道 我的思考是有限的 有许多的现象 我无法证实 有许多的解释 是我无法去说明的 我自己无法说明 所以 无论我对上帝的创造的了解 有多少的期待 有多少的期盼 我知道 无论有多少的努力 我的一生 无法完成 全部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 谦卑的 真的是谦卑的 有许多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想 我想我们不能够太夸张了 我想 有许多已经这样讲了 我想我们不能太夸张 好不然我做个祷告 主我要为 我有脚板来感谢你 人体 孩子的 没有叠交 就是脚板 非常巧妙的设计 肌肉是有力的 骨头是强壮的 因此 无论是怎么移动 孩子的脚板 跟地面都有一个抓着力 都有一个阻力 维持自己的稳定 纽论常常说 我们一生的行动 在乎主 我们的存活在乎主 我们的行动在乎主 哇 他从这里 这个圣经节来说明 人体巧妙的结构 谢谢主 我们的坐 需要脚板 不然我们站不起来 我们的站 需要脚板 不然我们脚地 很容易发酸 我们的脚螺 根本没法承受 这样的力量 我们的走路 需要脚板 才能够维持有足够的稳定 我们的跑 需要有脚板 我们才能够把力量 准确的使用 我们的冲 更需要有脚板 才能够把我们的脚 用脚板的支撑的 反作用力 成为向前的冲刺 主啊 我谢谢你 我真的谢谢你 我们的脚板 上帝所造的 造成的奇妙 一生使用脚板 却没有为脚板 来感谢主 一生在使用脚板 却从来不了解 自己的脚板 是何等奇妙的创造 因为我们一生所行的 无论是行在 死因的幽谷 无论是行在可安 或是躺在可安鞋的随便 脚板都有它的功能 谢谢主 我把我这样的分享 放在主的前面 我知道我的分享是有限 我知道我的讲解是有限 我知道我的文字 并不是写得完全的清楚 我也知道我的口语的说明 总是那么有欠欠 但是连牛顿自己都这样讲 无论多少的了解 多少的期盼 能够了解上帝 在整个宇宙里面的创造 但是无论多少的努力 一生无法完成这个期盼 谢谢主 也许孩子在写这些文章 做这些说明的时候 是来持续延续他的期盼 也许孩子的 有其他的下一代 有其他的年轻人 还会持续的来接上来 把牛顿更多的说明 能够解释出来 牛顿弟兄 一生留下超过 一千万字以上的记载 我们只是一点点的说明 愿主能够保守我们往前去 愿主能够保守我们 能够拥有圣仪的时间 或是孩子圣仪的时间 我自己把期日安息以后的时间 称之为人生的垃圾时间 我现在是在垃圾时间里面 在写牛顿的作品 我仰望主 愿主带领孩子 我也谢谢 在视频上 或在平板上 或在Facebook的上面 或在YouTube的上面 很长期陪伴孩子的这些 这些人 他从我姿妹安息以后 就一直陪着孩子 陪到现在 我完全无法报答他们 愿他们所做的 承上帝所纪念 你自己给 我谢谢主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